面对此景 唐杰哼了一声 魁掌一阵 灵力激荡下 已将所有攻击尽数挡下 同时压低嗓子便声道 留下钱财离去 可饶而等不死 否则杀无赦 这按照正常剧本 这时候魏天冲和世梦 应该一起跟着重复喊一声杀无赦 以增强气势 不过 两人被唐杰勒令不许开枪 因此 这一刻便一起把头一点 算是认可唐杰的说话 嘿 这气势没增加 场面倒显得滑稽起来 看着这略显滑稽的强盗三人组 魏天志和吴兴互相看了看 脸上反而露出不屑的笑容 魏天志已道 自古商道开辟以来 强盗也见过几拨 像这样藏头所尾 不露真容的 却是头回见道 倒要看看 这面金下面是何方神圣 竟敢动我魏家的车队 说着 杨首已是几道绿线飞起 如丝般缠向三人 这正是魏天志的禅死手 最擅长变化控制 这一下禅向唐杰 却被魏天冲过来接下 大手挥舞中 所有的绿线全部震散 同一时间 吴姓也和士梦 战成了一团 那边 古长安健壮想要帮忙 唐杰一迎上去 先后两拳 分别砸向古长安和朱开山 大笑道 呵呵呵 你们两个是我的 七个人 请客间站成一团 至于那些个烫子手 标诗 因为是普通人 这上去 也帮不了什么忙 便只能留在车旁看守 防止他人偷袭 这论实力 别说以三对四 就是魏天冲一个 差不多都能收拾魏天志 他们四人联手 但是 不能使用拿手武器和法术 却是大大限制了三人 当魏天冲和自己大哥战斗时 才发现 自己一时间 竟无可用之法 长风十三世 不行 大哥见过 前些日子 他和无形回来 曾经与自己切磋狂 火球术 不行 也见过 傀儡 拿更不行了 这都是名声在外了 一时间是绞尽了心思 就找不出一个 魏天志没见过的法术 结果呢 就只能使用一些最原始的 如疾风剑法之类的大众剑法 来抵挡 世梦的情况也一样 同为蒲学 他和无形私下里也有过切磋 结果就是两个人一时间 竟被打得节节败退 唯有唐杰这边好点 无双转 飞行指等好几个法术 为天志无形都没见过 虽然 无双转 因为断肠刀的缘故 不能用 天从云刀 有威力太大 不合适 但仅凭飞行指和龙弱手 唐杰也能应付场面 再加上 他还有玉石之体 以一对二反倒是占了上风 偶尔能抽出手来帮魏天冲一下 这么一来 这场以大欺小的战斗 竟是打了个平局 一时间你来我往 谁也奈何不了谁 朱开山作为谷家的标局主事 虽然境界不过是灵徒 眼光却是颇为毒辣 一眼就看出 唐杰才是三人之手 这里一半以上的攻击 都是他化解的 随即喝倒 分开他们 你们全力帮魏大少攻击那两人 一群烫子手 以同时对着魏天冲示梦 甩镖扔刀 更有甚者 还取出一把十字强弓 对准了魏天冲 看得魏天冲也是吓了一跳 不得不向后退避 他若不是起了法诏 被这强弓射一下 纵不死也要受些伤的 战场由此分开 唐杰再帮不到魏天冲 魏天冲和士梦 在魏天智无性和一种烫子手的联手攻击下 左闪右躲 形势竟在一瞬间急转之下 天空中常见飞袭而至 魏天冲刚刚避过 就被魏天智一记钢拳打在胸口 震得他心口一阵发闷 一口血喷在蒙面筋上 已将头套染红 唐杰心之不妙 终于长生道 明心见性 统灵达矣 魏天冲微微一正 一段惊觉已在脑海中自动闪现 正是唐杰当初所传的 《九离心经》中的明心见性法 此刻 唐杰高声念来 明明只是一段惊觉 听在魏天冲耳中 却以中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心思随着那惊觉闪过 只觉得眼前一切 看起来是那么的简单 这种经历 他在最近几年中也曾遇到过 每当他进入这种状态 就是他学东西特别快的时候 只是他一直都以为 是自己灵感一发 当天状态特别好 直到此刻才终于醒悟 不过形势已不容他欢呼 就在吴杏又是一剂裂锋刀 批出的同时 魏天冲突然哼了一声 反手切出一刀 批空正批在魏天志与吴杏两人之间 将两人联手之势 硬生生斩出一道空隙来 同时 左手引剑指对前一点 一道指剑打出 竟是划出一条惊艳的剑红来 长风十三式 化剑式 以指化剑 剑气凛然 魏天冲自幼行长风十三式以来 从未掌握到这一步 此刻却是灵光突现 将自己一直未能掌握的法术 唐杰拥有玉石之体 但到底只是小城之间 两人以法术对抗 只是站了个平手 此刻对撞 就见唐杰双拳陡然光滑一闪 爆出了大片灵光 随后就听轰的一声 已将两人震飞开去 只一击就震得二人 吐血飞退 气血并行法 修炼四年 唐杰固然将喜悦派所传 炼至炉火纯青 这九离心经 同样也是进步斐然 此刻 一拳轰退对手 唐杰长笑一声 都说了你们不是对手 偏不信 既如此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书华剑 信手一抓 一抓住一名烫子手 将他的铁剑抢下来 对着古长安二人刺去 剑光基于空处 点出两片气玄 飞袭二人 十二密玄法 这一下 一剑双玄分刺二人 如若得手 两人必然当场毙命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打言不惭 随着这话语声 一道人影骤然冲出 双掌同时拍向唐杰 打出的气玄 就听扑扑两声轻响 气玄已是同时消失 站在古长安他们身前的 赫然是一名烫子手 也正是先前发现 唐杰他们 潜伏靠近的那名烫子手 这烫子手看起来三十余岁 长得像个庄家汉 手似鹰爪 干瓶儿有力 双眼却是炯炯有神 曹济远 朱开山惊讶地叫了下来 这个叫曹济远的烫子手 是古家与前些日子介绍来的 起初 朱开山还以为 他是古家的亲戚 对他颇为照顾 但看他沉默寡言 不爱说话 再见后来听说 他和古家没什么关系 因为他连古家 有哪些人得事都考不清楚 也就渐渐不再理会了 没想到 今天这曹济远却是一鸣惊人 先是发现潜伏的盗匪 再一举救下他们两个 此刻 挡在朱开山身前 曹济远冷冷道 朋友 是哪条道上的 竟然连喜悦派的货也敢动 喜悦派 唐杰仰天哈哈大笑三声 头一地 阴沉着嗓子道 别人怕你起月派 我七绝门可不怕 大胆 曹济远脸色一沉 手上已现出苍白动气 陡然向唐杰脸上抓去 同时喝道 明明用的是飞行纸和龙若手 竟然敢冒充七绝门 还不给我现行 唐杰双臂一架挡住这一击 只觉得一股冰凉动意 沿着手臂透入 几乎将它血液冻僵 不过只是一刹那的感觉 下一刻 唐杰体内血气运转 已经轻松化解了这动意 那你呢 这不是七绝门的韩明爪吗 唐杰笑了 原来阁下才是七绝门的人 怎么跑到文心 当一个烫子手了 那曹济远哼了一声 哼 会是韩明爪 不代表我一定是七绝门的人 说着又是一爪抓响唐杰 说得好 那我用飞行纸 也不说明我是喜悦派的吧 唐杰大笑道 这两个人 七绝门的冒充喜悦派 喜悦派的冒充七绝门 就这么打了起来 不过 曹济远被叫破身份 显然已无所顾忌 韩明爪连续发动 一击更比一击凶残 天罡护体先锋 七星踏跃步 韩光七十九连见 你他娘子 还说你不是七绝门的 你要不要脸呢 唐杰翻着白眼道 曹济远被揭穿身份后 直接肆无忌惮的使用本门法术 唐杰却是依旧遮遮掩掩 不敢轻易使用别的 这俩人都是百练七 但唐杰一身实力 发挥不到三成 曹济远却是全力作战 更别说旁边还有古长安 朱开山 时不时抽冷子 给唐杰来一下 一时间 唐杰再战下风 此刻曹济远身形如蝶 骤然欺净唐杰进前 一爪按在唐杰胸口 没有无相精神防护的 唐杰被一爪击飞 胸前已是印出五个血动 还敢不全力出手 曹济远宁笑着 又是一片剑光 追斩唐杰 飞于空中 唐杰忽然笑了笑 那也得你有本事 逼出来才行 他头一抬 双眼微微泛白 天空中 乍现一道光芒 一道弧心弯刀 已从天而降 带着两条长长锁链 急斩曹济远 云从天刀 那一刻 曹济远的脸色也变了变 他其实已经做好了 唐杰用出强大法术的准备 怎奈唐杰用是用了 却是他从未听说过的 难道他其实不是喜悦派弟子 而是别派弟子故意冒充的 曹济远脑海中 不由闪现这个念头 心念电转之间 曹济远 已一旁闪去 七星踏跃步下 人如青烟 已避过那天刀斩杀 这也是第一次 有人躲过云从天刀的攻击 唐杰 却并不在意 他只是轻轻一指 那弯刀在一击落空后 竟未消失 而是换了个方向 继续追斩曹济远 这倒不是云从天刀的作用 而是九离心惊的效果 子官升华 其实使得所有需要凝滑灵气的法术 都能够多坚持一小会儿 这之前唐杰没这么做 一是没碰到适合的对手 二来是初掌从云天刀 他自己也不熟练 如今却是正好将两者结合时宜 此刻云从天刀追斩而来 曹济远也是吃了一惊 七星踏跃步虽然灵巧 却终究急不上云从天刀追斩的速度 无奈之下 曹济远只能大喝着劈出一剑 剑光如长虹 站在天刀上 竟震得天刀一致 下一刻 这云从天刀终于无法坚持 剑剑崩裂于空中 曹济远这才松了口气 回头凝声道 哼 我看你还有什么路数 唐杰眼中冷光一闪 那就看看这个 他双手掐印猛的向前一指 就见空中再度亮起刀芒 只是这一次的刀芒比先前更胜 云从天刀再次出现 只是这一次却是先后两道天刀 从天而降 这怎么可能 曹济远骇然大叫 他不知道 云从天刀本就是九九之术 最多共有八十一把 唐杰与玉门天锁阵 创云从天刀法术 要的就是这种 可以通过数量叠加 而迅速增强实力的效果 因此 从创造出第一把开始 就从未停止过 创造更多的天玄刀的努力 只不过 云从天刀本是阵法 要以个人之力施展而出 着实不义 但是唐杰拥有九离心经 十二密玄和子宫升华等 最立法术多重叠加 因此 此刻 面对施展不开的局面 情急之下 竟然完成突破 从一柄天玄刀 直接突破为两柄 此刻 两把天玄刀同时落下 四条长长的锁链 在空中响起 大片金属撞击之声 曹济远骇的高声怪叫 长笑着跃起 手中法剑捂出一轮又一轮的光滑 同时 七星踏跃不连踩 不惜消耗躲避这强大的攻击 他到底是七绝门弟子 随分精英阶层 却也不是什么扎到家的人物 此刻全力拼搏下 还真被他躲避开去 只是那两道天玄刀 既出了手 也不愿空回 眼见追不上曹济远 竟是方向一转 直接朝着古长安和朱开山飞去 唐杰对这二人绝无好感 出手之下 不再容秦 两弯天玄刀 横空飞出 掠过他二人身躯 就见两人身影 分成四半散开 两道血全是直冲天际 天玄刀 这方在锁链拉扯下 收回天际 你 曹济远看唐杰的眼神 也充满了惊骇 他没想到 唐杰下手竟如此狠辣 说杀就杀 此刻 眼看古朱二人惨死 他突然醒悟过来 知道对方 绝不是什么普通强盗 而只怕是冲着 夹杂在这车队中的一些 特殊货色而来 一念及此 曹济远意识到不好 此次买卖多半要出事 已是长笑一声 向空中窜去 显然是要逃了 唐杰看他想跑 哼了一声 哼 看到天玄刀 你还敢往上跑 对空一指 又是一柄天玄刀 在空中凝成 这一次 他没再使用双刀 刚刚掌握 无论消耗还是运用 都不如单刀 曹济远见 不敢等天玄刀 完全升起 只能再次向下方降去 眼看想走走不掉 他一咬牙 从戒子袋中取出一小瓶 倒出一粒药丸 往口中一丢 就会变成为了一小瓶 就会变成为了一小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